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继位 陛下驾到 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殿下员 齐彦是喜欢黑色的 可本宫觉得 只有紫色 才配得上你 义夫说得对 既然你喜欢黑色 那就黑色的吧 为陛下更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企业啊 你长大了 可本宫却老了 义父怎么会老呢 那是 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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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说了 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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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天之下莫非王土 帅土之宾莫非王臣 即日起 你就是我大兴的天子 谢父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吾皇万岁万万岁 吾皇万岁万岁 吾皇万岁万万岁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 吾皇万岁万岁万岁 船上船上船叶 阿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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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也真是的 说好了一起出来玩 转眼就不见了 可能入宫以后 就再也见不到 这么敞亮的月亮了吧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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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还有呢 千真万确 而且我不知道陛下会在此猎狐 我也是先来的 只是没有来得及走而已 请陛下恕罪 滚 请安 紫衣局 成熙成若鱼尽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成若鱼尽前听旨 是 朕应浩天之春命 为智氏已闻 勘乱已武 而执剑人 使朝廷之抵住 国君之干架 而紫衣局成若鱼有武力之能 即内得以娇羞 拔着委任 自特授尔为紫衣局第二十三任职见人 所思距离 以实策命 亲子 谢陛下圣恩 谢陛下圣恩 平身 谢陛下 请见器 此一举 三书 列 第二十三任 直见人承若鱼听之 臣在 清光节 乃当年公孙大娘所欲 请赐予你 亡你尽忠职守 护主爱国 继承先辈遗之 不父 朕之屠服 是 天地神明 剑气之灵 无心如剑 朕恶除邪 无剑如心 护国终军 恭喜执剑人 停 停 停 沈日小哥 你们师府进城 能不能行个方便 再我一程 行不行 小哥说了不算 那谁说的算 小姐 死你 不算是 我没想到 赶紧 因为我 有 死你 我们身体 不算是 想有 对 我们在这儿 以赵人 是 以赵人 都预测 甜一个吧 可甜了 不吃一个 我也看过 是蛮好说 他女扮男装 手刃仇人 真是卧心肠胆 一旦骑女子 你 您刚开始看啊 你 那个 那 那个结局另有玄机 说的跟我不一定一样 到了 到了 只有只能送到这里了 这不是漂亮又兴善的小姐姐吗 你怎么会在这儿 天公伞 你是掌棋人 将棋营掌棋人 求燕之 程若鱼 我们又见面了 多谢燕之姑娘 前夜送我一程 我正愁报答无门呢 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了 区区小事 不足挂齿 不行 报答还是要的 你喜欢吃什么 我带你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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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你的棋艺 的确进步不小 你是要吃掉义父的相 那义父就 先下手为强 吃掉你的相 将你的君 什么都瞒不过爹爹的眼睛 这局 看来又是女儿说了 对了 新的执剑人 你是怎么认识的 前夜顺路 烧了他一程 不过女儿找人打探 他只是出城游晚 你觉得此人怎么样 个性顽劣 不足为虑 不可掉以轻心 世人面前 多伪装 不要最后 泡了汤啊 这个程若渝 原来是程怀志和程熙的亲侄女 是 八年前 程若渝的父母双亡 于是来京投奔了程熙 进入紫衣局 此人 朕见过 陛下去过紫衣局 前夜朕出宫猎狐 他也在 他为何会在那个地方 你去查查 是 啊 哎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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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死我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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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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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奴哪敢报忧啊 只是太皇太后担心陛下 常常问起这个事情 对了 他听说这直见人 是程若瑜 还训斥了老奴一顿 为何 因为 这程若瑜 是老奴的侄女 陛下 老奴可以对天发誓 我这直虐程若瑜成为直见人 并非是我和我妹妹 训私啊 朕信你 谢陛下 可是朕还是 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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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向恒安 爹爹走了数月 终于练成了 没错 他累了 他需要休息 休息好了 就不会成天琢磨着那点 尊严了 天命啊 所以本宫给他服下此丹 让他逍遥自在 君圣 陈贤 爹爹的意思是 拿去给齐燕吧 让他乖乖地 做个逍遥皇帝 去吧 伯伯 您这是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干什么去了 我 知道吗 这一大早这长齐人 就来求见陛下 都办个多时辰了 陛下早上的时候 让我去汉燕院了 您是说 长齐人 长齐人 进去半天了 还在里边呢 我去看看 你 词词 词 不 有 有 陛下 那位何物 逍遥外物丹 看来陛下知晓此物 就不必臣再多言了 朕已经足够听义父的话了 为何还要如此相逼 若陛下真的处处听话 绝无二心 又为何坚持要留着紫衣局呢 此一句那女帝所见 百年来无有大过错 怎能说辞就辞 爹爹他是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惊伤 还请陛下体谅 况且 这也是爹爹 对陛下的体贴 喝下此丹 从此逍遥自在 不受正式烦扰 朕要不喝 你待如何 臣自不能如何 也只有请爹爹亲自来了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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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陛下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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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第一天上任 就立了大功 陛下您是不是敢好好奖励奖励我 你又何功 刚才偏天着火了 我去救火 还没想到火灭了 那日 晨也差点变成烤全羊了 这实在是太热了 有没有 有没有 有喝的 不过 这水也太少了 还有没有 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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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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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尔 尔子 尴尔 尔 尊尔 陛下 陛下 老奴还是请太医去吧 行了 别妆 陛下 伯伯 我没事 那杯茶我没喝 坐在这里呢 陛下 臣是不是立了大功 立了大功啊 你行事如此鲁莽 实在是愚蠢至极 我 陛下 臣奋不顾身地救您 您不夸我就算了 怎么还生气了呀 姑姑 陛下 雨儿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我刚才看到求颜知 在逼陛下 喝逍遥外舞丹 逍遥外舞丹 陛下 朕没喝 我当时一听就不对 但是我记得姑姑跟我说过 凡事要三思而行 所以呢我就想 我一定要找一个万全之策 这个时候 智慧才四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然后我就 这话 就不用说了 然后我就假装救火 口很渴 进去把那水喝了 又假装晕倒 骗过了求颜知 我 走 走错了 你虽发自忠心 却鲁莽行事 万一坏了陛下的计划 还不快向陛下请罪 陛下 陈有罪 你何罪之忧啊 我 好像好心办了坏事 今日之时 你虽机敏 但是馆中窥报指尖一般 身为指尖人 你就是朕的一把剑 用对了就是朕之负 用不好就是国之祸 用不好就是国之祸 崇荣语 机会 朕只给你一次 是 骗子 姑姑 既然你已经中毒了 就哪儿也去不了了 我 莫名其妙 陛下 臣无能 起来吧 八年来 紫衣局一蹶不振 有愧皇恩 令先帝寒恨先世 如今 又眼睁睁地看着陛下于水火之中 无力挽救 一切皆是臣的过错 程尚公何处此言 你临危受命 以病重之躯撑起了整个紫衣局 能在仇子梁的威压下坚持至今 还送了新的执剑人给朕 一属不易 臣知道 陛下并不满意于儿 他生性跳脱莽撞 又总是异想天开 但他跟臣一样 都对陛下忠心耿耿 今日之事便可印证 程若瑜进入紫衣局之后 虽然吕斯被训诫 但都是因为他的个性顽劣 吕教不改所致 其他方面 真的没有什么污点 而且他与紫衣局外的各方实力 都毫无瓜葛 我觉得陛下那日碰到他 说不定真的是偶遇 世上哪有如此干净之人 反途令人生意 明白了 那卑职继续查 陛下 于儿记已服下逍遥外舞丹 想必短时间内 仇子良不会再拿出第二课 但是鸣枪一朵 暗箭难防 陛下 您可想好下一步 该如何去做 郑上公 那你有何良策 与其步步退让 不如 放手一搏 一半六五百六十一 一 一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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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动了吧 你中了逍遥外舞丹 一半 虽然我帮你将一半的毒逼了出来 但是你身体受创 起码半年内无法用武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 我没中毒 这药会帮你演得更像 什么意思啊 为了瞒天过海 争取时间 大人 程细将程若鱼体内之毒逼出 可程若鱼受了重创 今后半年都无法再用武 逍遥外舞丹 扶下后精神韦米不振 四肢无力 此药为慢性毒药 应该不会当场发作 是 属下特地去请教了左相大人 他说程若鱼是练武之人 气血充沛 又难免受伤 用过各种药物 可能毒性到了他体内 跟其他药性相冲 这才即可发作 这个程若鱼 歪打正着地坏了本宫的计划 真不知道他是装疯卖傻 还是真的莽撞 女儿大义 浪费了如此珍贵丹药 愿受任何惩罚 程若与武功暂废 紫衣局的羽翼被砍 也算是有点收获吧 起来吧 至于齐燕 爹爹 恕女儿斗打 控制齐燕 也可无需用度